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其实这样子的优势来自两个收听自家的优势 就是反光眼镜 第二个就是无反光性的结构 也因为这样自家的优势呢 我们可以做到 就是一直出现不断的很出产推群出新的产品 像是A9、HR2、HS2 其实这些的产品都超过了专业摄影师的力气 那其实刚刚有星马上有说 不管是在国外啦 有很多的摄影师喜欢用Alpha的产品 其实在台湾 也因为Alpha的特色 使用Alpha相机的摄影师 其实也越来越多 像是有在小老师、向勇 还有知名商业摄影师、书雅老师 还有华人叶老师等等这些专业的摄影师 而今天呢 我们即将要推出跟介绍的Alpha 7R Max 3 它是结合了解析度、速度的旗舰的几种 而且呢 这样子也会帮Alpha这个整个产品 多了一个生力均 所以可以让专业摄影师根据他的需求呢 可以选择不一样的产品 那接下来呢 我就会就Alpha 7R Max 3 在解析度、画质、自动对焦 还有一些机身上面的感境 一一跟大家稍微做一点介绍 首先我们来讲说影像画质的部分 Alpha 7R Max 3 其实是承袭了HR2 4210万的解析度 不过呢 在动态范围之内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从14档变成15档 那ISO的部分呢 也更正式的推高到十万两千次 那除此之外呢 在精英快门之下 我们也支援14BIC 14未远的弱档的拍摄 而这样子优异的功能 其实来自于三项的元件的结合 第一 被照式的感光元件 第二 其实相较Alpha 7R Max 2 1.8倍资讯处理 更快速的Beyonce X处理器 再加上世界现在世界最高 5.5级的曝光补偿的内建五轴影像稳定系统 那讲到了影像画质 其实这一次很值得要跟大家讲的一个功能 就是全新的像素位移多重拍摄 它其实呢 是Alpha 7R Max 3 搭配呢 机身里面的稳定的系统 它利用单一像素位移的方式 拍摄四张的影像 再透过电脑合成的部分呢 去创造单一惊人的解析度 所以你可以看到 右边呢 是单张影像的解析度 左边呢 是用像素位移多重拍摄之后的解析度 你可以看到不管是细节 纹理 色彩部分 都比较的真实 逼真 还有鲜艳 那除了我们刚刚说的影像画质之外呢 在Alpha 7R Max 3很重要 改进的部分 其实是在连续拍摄的地方 所以这一次呢 也支援机械快门 电子快门 电子快门 每张十连拍的自动对焦的部分 所以 其实看到 像这一种想要拍眼神动物啦 想要做比较真实性的画面呢 写Alpha 7R Max 3是最好的机器 那除此之外呢 它其实也搭载了比较大的一个缓中的空间 所以可以做到76张的连续的拍摄 那像是一些 像是我们像室内啊 有一些闪烁的光源 可能人造光源会有闪烁的话 那Alpha 7R Max 3也搭载一个抗闪烁的功能 可以把这个状况降到最低 感光源键 还有我刚刚说的 1.8倍更快速处理的Beyonce X 这个机器 Alpha 7R Max 3还搭载了A9的自动对焦页算法 所以呢 它可以做到我们说的4D Focus 399点上位是真正对焦点 它涵盖的面积是大约在68% 那除此之外 高速混合自动对焦可以让自动对焦的速度回应 相较于A7R2推到2倍之多 那除此之外呢 昏暗的黄金之下 像是现在这个环境 非常暗 它可以做到EV-3自动对焦 那讲到自动对焦 我必须要提一提 就是Sony独特的眼部自动对焦这些功能 其实在过去的摄影师 他们在拍人像 这个功能其实非常常用 然后也非常的喜欢用 那这一次在A7R3来说的话呢 相较于A7R2 它的那个性能也推上了2倍 所以 它其实在拍摄的影像上变得更为简单 那其实也不是只有在E接环的相机 也不见得在E接环的镜头上面 其实A接环的镜头 其实这一次也会支援 那不仅只有我们说的静态的影像 其实动态的影像 它其实有很大的改静 其实这一次在Super Certified 在无像素合併的基础下面呢 它截取了5K的资讯量 可以创造很丰富 非常高解析度的4K的影像 那除此之外 首次Alpha其实也搭载了支援HDR的内容 所以比较宽广的色域跟颜色 都可以在Bravia 4K HDR电视上面一一做呈现 那其实Sony呢 在过去几年来 其实一直听取啊 许多专业摄影师的意见 所以你可以看到 HDR3上面机身的操作 很多的一些改进哦 像是电池的容量 热点二倍相较于到一点 还有我们说的 双媒体插槽 多重的选择器 还有一些像是外接闪灯同步 端直的搭配 其实这一些小小的改进 都可以让专业摄影师用起来更得心应手 那随着其实专业的用户 像我刚刚介绍很多的专业摄影师 其实开始在使用Alpha 其实周边的系统 其实我们也不断在增加 像是闪灯啦 握把的部分 那这一次 因应高速脸拍的部分呢 我们其实也有G系列的记忆卡 可以提供给专业用户做选择 像是32G 64G 128G 那随着 就是我们说的 那港温元件 还有无反光相机的推出 那其实Sony呢 就像刚刚有训练商朵 我们其实也在自力推展 推展 研发一些高画质的全片幅的镜头 所以接着呢 我今天也是要跟大家 稍微介绍一下 这一颗 大家等待很久的这个焦段 24105G的这一颗镜头 这颗镜头呢 其实可以看到 它其实非常适合各种皮材的拍摄 而且它的重量只有663公克 它其实是同级最轻巧 那现在看到 除了同级最轻巧之外呢 恒定光圈F4 还有搭载指尖驱动超音波马塔 都更适合静态跟动态的影像去做拍摄 那你看它它近身的部分呢 防低防尘 幅度膜的设计 不管对于专业摄影师来说 在户外拍摄都不需要太多的担心 虽然同级最轻巧 可是你可以从MTF值上面看出来 不管是中心点或是到边缘它的画质 其实也是同级之最 那以上呢 其实是非常简单 对α7R Max 3 还有24105G 简单的产品介绍 其实会在下个礼拜12月6号 同步上市 那轻易收价呢 α7R Max 3 99,900 然后24105G 分落在 419,900 那上市期间呢 12月6号到12月17号 转转两个礼拜 我们的交流活动 如果你购买了 α7R Max 3 就会送你一个减压的背大 还有其他全片服 加架构还有专举配件加架构 也会很活动 那这就是今天 有关于心理的介绍 但等一下才希望大家都可以 体验我们 α7R Max 3 谢谢 谢谢 下心 谢谢 banned 商量 轱 in